狄英溺爱独子惹祸不是第一次?二子狄没曝光14年前害死狄狄重蹈覆辙 台湾演艺圈大子大狄英。 他在美国念书的独子,昨天,29日,惊传在美国涉及恐怖攻击,已经被美国警方逮捕。 消息传出后,让台湾民众都相当震惊,有网友综合媒体上的报道。 认为他太宠爱儿子,才会养出妈宝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事实上,他在14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情,当时还后悔太过溺爱,没想到事件重演。 据苹果日报报道,狄英的儿子孙安佐日前扬言在美国高中校园,发动扫射恐攻。 同学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校方,目前他正被警察拘禁调查中。 据悉,就算付出高达300万台币也无法交保,让狄英夫妇相当着急。 不过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说狄英太过宠爱孩子,才会不了解孩子会开这种玩笑,惹祸上身。 可说是教育失败,更让人想起14年前。 狄英的二子狄梅曾经上节目《冰火五重天》,聊到他们已经过世的大帝。 他说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弟弟不管走到哪都被欺负,最后竟然成为帮派分子。 从此他和狄英就常常轮流进出警局,只为了救出弟弟。 姊妹俩为了弟弟着想,甚至出资百万元,帮他开了一间咖啡店。 希望有了正业可以从此脱离黑社会,谁知道。 没想到弟弟竟然在店里放置杜伯姓朱台遭警方逮捕。 事后警方更要他把自己改为负责人,才不会让弟弟背负两条罪名。 宠爱弟弟的他也照做不误,后来更被警方要求上脚枪支才可以放过弟弟出狱,让他和狄英到处下轨求人帮忙。 所幸最后在律师协助下,才成功让弟弟出狱,然而最后却。 弟弟不但没有改邪归正,甚至染上毒瘾,仍然不断进出警局。 直到2004年,因为在友人家中施打海洛因过量,最后身亡,为生命画下句点。 狄美表示,过去七年后才发现,当初就是因为太宠爱弟弟,才会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有网友对比狄英现在宠爱独子的状况,直呼。 根本就是弟弟翻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真的不能宠。 看来狄英家就是一直循环,对男生的宠爱都害了他们。 已经有弟弟这样的例子,还不知道学教训,好好教育孩子好的价值观,根本白费当父母。 图片来源,东森新闻。 不过狄英其实早在弟弟死前十年,就已经不跟对方联络,并曾表示,因为他不学好,我们全家人早就放弃他。 如今自己的儿子因为玩笑话的尺度拿捏不好,被美国警方逮捕,让人看了不胜唏嘘。 所以说,真的要注重教育,泰国溺爱都不会有好事情的,大家怎么看呢?参考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